对于国盟竞选主任拿多斯里阿兹敏 为公正党援任马接在野州议员林秀林 无法披甲上阵仪式打抱不平 林秀林却打脸阿兹敏的同情 还劝对方回头试案 不要再错下去 林秀林在脸书发文劝告阿兹敏应该回归正途 不要再沦为贪污者的工具 林秀林强调虽然没有竞选 但是会延续西蒙的斗争 同时在党主席拿多斯里安华的领导下 公正党继续为国家献立 林秀林认为阿兹敏的谈话 证明国盟已经没有政治本钱 企图转移人民的注意力 应该被人民拒绝 他强调烈火墨西社员分子 应该忠于党的斗争原则 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